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家庭条件不富裕 父母还是竭尽所能培养郭比婷 14岁的郭比婷就读于台北进修女中 这是一所私校 学费很贵 父母这么做就是希望女儿能够多接触优秀的人 为了培养女儿 先是送她去踢足球 谁想郭比婷既然迷恋上了踢球 父母一看了不得了 强制性中断了她的爱好 后来又送她去学画画 当郭比婷再次成名画画时 又以耽误学业为名 让郭比婷放弃了梦想 父母过多的关注让郭比婷更加内向 在学校里也受到了冷落 变得有一些怪异 中学毕业前的一个晚上 班上每个女孩都要求要戴蜡烛 郭比婷积压了多年的抑郁突然爆发 用蜡烛点燃了一个同学的头发 2001年16岁的郭比婷进入高中 此时她已经改名 也不知是不是改名的影响 逐渐展开的郭比婷凭借着眉清木秀的长相 成了学校里的校花级别的人物 全校男生疯狂地追逐着这个喜欢穿白衬衣和深蓝格子裙的女孩 据小道消息称 青春年少的郭比婷一度引发了男生们现象级的追逐大赛 因为人数太多 竟然还需要建一个登记部 要建郭比婷的男生们一个个排着队登记 送上礼物和零食 后来受到临时太多 建成了一个小型的福利社 能够供养整个班上的女生们在此各取所需 面对那么多送上门来的男生 郭比婷都没有心动 彼时 男生们当中有一个身穿红色牛仔裤 喜欢半裤的男生也加入了追逐郭比婷的行列之中 郭比婷还有一点看不上她 没想到日后 两人竟因为喜欢养狗就缠到了一起 这个酷酷的男生就是陈柏林 2002年 18岁的郭比婷正是青春貌美无极限 一次偶然的机会和几个好友在街上逛街 看到了一个选秀大赛 在好友的鼓励和怂恿之下 郭比婷站上了舞台 被一个星探看中 从此上学之余 郭比婷开始街拍一些时尚杂志 做起了平面模特 那时的郭比婷虽然半只脚踏进了娱乐圈 却从没想过自己将来会在这大染缸中扎根 向往自由的她 不想进入娱乐圈这样身不由己的大环境 然而世事难料 怀揣着梦想的郭比婷却迎来了大学的落榜 她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之后面试屡语遭剧 让她的人生陷入了黑暗 为了谋求生存 郭比婷只好向娱乐圈进军了 青春的长相被称为山寨林志林 一时间还备受追捧 例如高中时男生们的追逐热潮一样 娱乐圈的男人们不论年纪大小 都看中了这个干净青春的女孩子 刚刚出道的郭比婷就被邀请参加陈奕迅的圣诞节MV 之后又被王力宏 萧敬腾总向众 拍摄了MV 2004年 郭比婷和五月天同光 拍摄了一个品牌广告 之后受到阿信的邀请 在超人MV中担任女主角 后来在五月天台北演唱会上 阿信牵着郭比婷的手 两人分别扮演乡信中的男女主角 据说多次合作过的阿信对郭比婷十分上心 精神邀请郭比婷吃饭 不过那时郭比婷还青涩的很 觉得跟阿信肯定只是玩玩 不能长长久久 就没能答应 浪费了一个学好的尚未机会 对阿信不感兴趣的郭比婷对红裤子爱傻裤的陈柏林产生了兴趣 两人高中时无疾而终 多年后再见 却有了莫名的熟悉感 一来二去 聊生活 聊人生 就成了男女朋友 说实话 陈柏林那张青春无敌帅气的面孔 很难让女孩子不心动吧 陈柏林喜欢玩车 遇上女孩子就夸自己的新车 想象一下 陈柏林骑着小绵羊带着郭比婷穿梭在台北里的林营道 两人一起养宠物 一起喝奶茶 一起出MV 像极乐初恋的美好 这个恋情并没有持久 分手的理由也是很奇葩了 据说当时陈柏林有了一点钱 没有跟郭比婷商量 将自己的小绵羊换成了大野狼 本想转一把 却不想郭比婷却跟他分手了 他说 这样的车让他很没有安全感 混迹娱乐圈多年 郭比婷总有一种跟娱乐圈格格不弱的感觉 挺佛系的 没有想要一炮而红 几身一线 也没有为争夺资源似的不可开交 2005年 郭比婷才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银瓶处女作《金色年华》 这部没有什么水坏的电视剧 也只让观众显示了一下郭比婷的言 却没能记住他 这时候转出郭比婷跟陈柏林的关系打得火热的消息 各路媒体每天倒是闹得火热 之后当事人澄清 作为陈柏林的好友罗志祥也说 两人只是普通的好友 没有旧情复燃 沉寂了两年 郭比婷拍摄了第一部电影《沉睡的青春》 能让观众记住的除了美还是美 又沉寂了一年 郭比婷接到一打口香堂的邀请 出演广告中的女主角 一时间大火成了观众心中耳熟能响的一打女孩 还跟高一祥传出了绯闻 郭比婷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紧张大火的命运 跟陈柏林又拎歪到一块去了 彼时 陈柏林正与一个叫Manny的女孩交往 再见郭比婷 马上跟女友分了手 在娱乐圈沉寂了近11年 郭比婷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高光点 靠着出演郭敬明电影《小时代》中的长发美人男香 惊艳了四方 红能够改变一个人 暴红更是 你可以想想那些明星们 红之前和红之后几乎都是两个样子 暴红的郭比婷自然是不想回到从前那个不温不火的状态了 但她多年佛习惯了 没有太多能拿得出手的作品 再加上《小时代》的后续口碑崩盘 让郭比婷也意识到 单凭一个男香 这种红恐怕很难持久 不如炒作吧 这是维持名气最有效直接的方法 《小时代》之后 郭比婷跟江朝传出绯闻 后来又跟李承传出绯闻 范冰冰跟李承公布以后 让这个瓜更加有了看点 除了明星们 王思松的大佬们也加入了炒作的队伍 集体保证着男香的欢迎度和知名度 谁也不曾想 真正让郭比婷站稳脚跟的 却是一次大的乌龙事件 有一位女网友爆料 自己跟一位三线女艺人的恋爱史 当时所有人猜测 这个人是郭比婷 为啥呢 大概是男香这个角色太深入人心了 戏中他跟顾李非常有CP感 郭比婷当然不会承认 这段不入流的往事 但他找成了商机 借是营销了一波人设 在平台大火 粉丝无数 等郭比婷火过了头 才有网友指出来 当年故事的女主角并不是郭比婷 而是刘新忧 故事的女主角是不是郭比婷已经不重要了 她早已经站稳脚跟 并成功开始转型 接拍各种综艺走秀 此时的郭比婷才终于明白 在娱乐圈混 找准机会上位的真正意义 这也为她日后晋升港军太子妃埋下了伏笔 郭比婷爆红的时候 为了老公向左子干啥呢 还在谈恋爱 虽然被亲妈棒打鸳鸯 但向左仍然不死心 又一次奋不顾身 那上了一位离婚 带着两岁女儿的单亲妈妈 王秋子 公事那叫一个猛 名表包包送不停 但一副不爱慧子的架势再次摆了出来 王秋子哪里见过这阵势 白爱情的糖衣炮弹冲红了头脑 还没结婚就怀了向左的骨肉 向太子人是反对的 又出来阻挠 对外采访吐槽王秋子爱花钱 离过婚 向左可不在乎 他爱的就是这种女人 没办法 向太只好来着狠的 找了五个壮汉看管 软禁向左 终于让向左跟王秋子分了手 肚子里的孩子也成了娱乐圈未解之谜 向太为自己的宝贝儿子可是操碎了心 可他管得越多 儿子越长不大 向太管不了 以他的资产跟地位 早已经为向左补好了抗装大盗 喜欢不喜欢有什么重要的呢 走下去就完事了 2016年 投资过五亿的风神横空出世 李源杰 范冰冰 黄晓明 然在贝贝等着明星云集做陪衬 只为捧红向左 可惜风神不仅口碑票房不间 向左形象也跌到地底下去了 人外的地主家的有你儿子 向太没有就此放弃 钱多资源多曾有机会翻身 之后向左参加了爸爸去哪儿的第四季 没想到凭借着硬汉呆蒙的形象 竟然成目身份 人机大涨 按理说 向左和郭布婷这俩在选择对上上 都不是能彼此看中的类型 但命运就是这么巧 2017年 郭布婷和向左参加巴黎的一个时装周 郭布婷踩着跟鞋 穿一个台阶的时候差点踩空 向左站在旁边 潇洒地扶住了 差点出洋相的郭布婷 二人就此结识 后来这段相逢 成了二人口中的 玛丽苏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 听着怎么感觉就那么可疑呢 因为2018年 郭布婷向左两人 写家人一起参加 相苏卫视综艺最美的时光 一开始两人并没有什么 意见钟情的默契感 只是向他一眼就看中了郭布婷 使劲撮合两人 原本郭布婷还不太情愿 因为向左这个地主家 傻儿子完全不是他的菜 但还有什么比做向家儿媳 港圈太子妃更有红利呢 郭布婷选择张出机会上位 名副其实都坐上了 港圈太子妃的位置 2019年1月 郭布婷向左官宣 9月迅速闪婚 如今两人逢情侣综艺就上 从恋爱到结婚一直靠着综艺完成 说实话 这样的爱情 总有种被硬生生凑到一起的尴尬感 相比于之前向左对自己女友爱得死去活来 向左对郭布婷更多的是尊重 而郭布婷呢 也没有太多女人沉测在爱情里的幸福感 不过感情这事儿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里面夹杂的众多利益纠葛 委屈求全 亦或是幸福美满 也只有当事人能够体会到了 明天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钥区